周口殿遗址 周口殿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方向,坐落于房山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旧时期时代遗址之一。 其中,最为著名的周口殿第一地点,即北京人遗址,是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的。 1929年12月,当时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负责周口殿遗址的发掘,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轰动世界。 中心社东西问栏目近日专访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晶宁,畅谈在这片土地上,中外学者百余年来探寻我们从哪里来的生命命题。 之前就是安特生这些早期的考古学家在中国进行的一些调查,那么这些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古生物化石, 一个是它比较零散,它未必是很整体的,另外一个就是发现的量还是少,量少达不到那种研究的重量程度,周口殿发觉是不一样, 它是有很明确的地层的堆积,有很明确的就是半共生的动物化石和古生物化石,包括用火的痕迹,包括整个洞穴的古环境。 那么这是其他零散地点和古人类化石采集品所远远不能达到的。 那么也可以说是周口殿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完整的系统的能够发掘到古人类的化石。 周口殿一旨的发掘我觉得从各方面对中国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都有特别重要利益, 比如说咱们说它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端之一, 在此之前我们对北京历史了解的最早的起点是《史记》中记载的《封少宫室与北宴》。 那么周口殿发现了之后,我们对北京历史的人的历史大大的上间推停了一大步。 周口殿本身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室中的一颗明珠。 周口殿目前发现有27处地点,有古生物化石或者是古人类化石的发现, 发现的点密度非常的大,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周口殿遗址区地处华北平原和烟山山脉的接壤处, 这里有充足水源、天然洞穴以及适宜的气候环境, 为远古人类提供了理想的栖身地。 百余年来,周口殿遗址发掘了距今70万年至50万年的北京人, 距今大约10万年的新洞人,距今4.2万年至3.85万年的田园洞人, 距今3.4万年至2.7万年的山顶洞人。 郭晶宁介绍,在山顶洞人的考古发掘过程中, 发现大量珍贵的出土遗物,表明当时北京人的审美追求和工业技术已经具备一定水平。 山顶洞人在对他们进行考古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他们一些特别重要的遗物, 比如说发现了他们佩戴的配饰,有窗孔的棒壳,窗孔的小石球, 还有像鸡心石一样的这种小礼石,配戴脖子上作为配饰。 它一个是反映了当时的古代北京人,他有这种爱美之心。 第二个能够反映出当时手工艺技术水平是很高的。 发现了遗物中有一枚骨针,这枚骨针据说是老虎的骨头磨出来的。 那么老虎的骨头还不是轻易能得到的啊,这是他能够穿缝制衣服的一个直接证据。 中国最早的服饰的篇章就拉开了。 自1921年至今,北京对周口电骨人类的考古探索从未停止,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从未间断。 郭晶宁表示,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的参与带来了近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理念, 技术、工具等。 在发掘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世界级的专家,体质人类学的专家, 考古的专家,古生物的专家,通力合作,是世界级专家演出的精彩的舞台。 在周口电发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从中受益危险。 郭晶宁表示,未来要继续加强中外合作,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